中國預托證券 CDR 全速前進 中證監在網站披露了小米集團的招股書 正式成為首個 CDR 試點企業 中信證券是今次發行保證機構 以及主城銷售 根據小米 CDR 招股書披露 2018年第一季要虧超過 70 億人民幣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歸屬母公司普通股東的淨利潤超過 10 億人民幣 期內營業收入有 344 億人民幣 招股書未有明確披露 CDR 發行和集資規模 但就據說小米 CDR 發行規模 或超過 50 億美元 即是大約 390 億港幣 而招股書顯示 當中四成的集資會用作全球擴張 公司就說在籌備以 CDR 在 A 股上市 同步籌備在香港上市 期望在合格上市前提之下 CDR 和港股可以同步發行 公司又說 CDR 和港股之間不可以直接轉換又或者代替 兩者之間的價格可能會有不同 未來公司港股的價格波動 可能會對 CDR 價格產生一定影響 另外在上市之前 小米創辦人雷軍 通過旗下公司持有的公司 A 類普通股股票 和 B 類普通股股票 再加上雷軍作為受託人 可實際控制的投票權 一共擁有小米近 58% 的投票權 近來有不少的獨角獸回到 A 股上市 一上市就即時升停板 例如是今日在深交所上市的寧德時代 開始後大升近 4 乘4 升停板 之前超級獨角獸工業庫聯 上市連續兩日升停板 再之前就有醫藥界獨角獸 若名康德 上市之後連續16日都升停板 獨角獸效應不容忽視 之後亦都相信 陸續有獨角獸以 CDR 輪著登陸 A 股 或者將會引發抽水效應 影響 A 股的動力 內媒就引述消息說 中正監組在前一天下發監管通知 首批被稱為獨角獸基金的 六隻戰略配售基金 每制集資規模上限 由 500 億人民幣降到 200 億人民幣 有分析就認為 之前合共3,000 億人民幣的 集資規模上限 對資金面是有一定壓力 降低規模去到 200 億之後 對市場資金面影響 會相對較為小 但是同時亦都意味著 有些基金可能會提前結束集資 不過上海證券部 引述接近中正監人士就說 這個講法屬於誤讀 戰略配售基金規模門檻 上限仍然是 500 億人民幣不變 只是要求各基金公司 根據自身管理風格 適度發行基金產品 即是不夠 500 億人民幣 亦都可以結束集資